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盛庄呢 已经彻底失联了 现在公司呢 已经分了四派 四派 成派 少派 鲁派 新派 怎么听起来那么像蔡希的名字 陈开宇的老公因为之前的事情 被行政驱留七天 这个人的名声甚是毁了 陈开宇怎么反应呢 我还没有见到她本人 但是想着也难受 刚结婚 老公就被拘留 但是在公司的微信群脸看到 她好像是上班了 在公司呢 还有呢 玛丽继担任时尚盛典的总策划 我们也是昨天对外宣布重此盛典的事情 这表示玛丽愿意跟陈开宇划进界限了 陈开宇那帮人怎么反应 盛典的官方微博和其他网络平台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官方的宣布 邓文和赵新并显示她的人不支持我们 那这个重启生怎么回事 鲁冰冰找了她的媒体朋友 让他们发布消息 还帮我和玛丽做了专题访问 品牌赞助和广告那边继续推进 还有吗 盛装呢已经彻底失联了 现在公司呢已经分了四排 四排 陈派 少派 鲁派 新派 怎么听起来那么像蔡系的名字啊 陈派是支持陈开宇的 萧派是支持你的 鲁派跟新派 新媒体事业部可以自己拉广告 所以赵新拿走了不少 本来属于鲁冰冰的广告制约 那颜凯呢 你不说差点忘记了 颜凯和赵新也开始对立了 颜凯成呢 传统媒体保守派 赵新呢 是新媒体直径派 再这样分下去呢 盛装都要霸蛋门派 我才离开两个礼拜 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 你一个人在这边苦成的局面 辛苦你了 我不累 只是心疼 不要说这个了 说伤你吧 安东尼怎么样 安东尼当然不会拒绝我给他的开价 陈开义的人也得跟他谈你们了 一轮又一轮的商务会谈 他很兴奋 兴奋 他闻到了巨大的资本味道 原本他以为盛装是个弃子 是个鸡肋 卖不出好价钱 难道没想到的是 中国这些年 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 盛装换一个 时尚消费媒体举证的名头 身价就翻了十几二十倍 就算其中有泡沫 他还是乐在其中 那你给他报价是多少 我找到那个投资人说了 我们要求的条件跟陈开义一样 而且我们也可以找一个实力强劲的 互联网公司在背后背书 重点是 不管陈开一开就多少 我们都比他高三千万 那我之前找的那些关系 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用啊 不不 那个投资人说了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把局面做复杂 所以你爸爸 你哥哥还有你那些朋友 要想办法从各个方面发声 尽可能造成一种 多方抢夺胜创的局面 把水稿混了 才有可能摸到鱼 这样子呢 让陈开义不知道 针对哪一个方面开始反击 而且 让他感受一下四面楚歌的威风 那你背后的投资人是谁啊 他是一个实力很强劲的 基金公司的高层 等时候合适了 我介绍你们认识 那他为什么要帮你呢 咱们公司预判内容经济 会是下一个风口 传统媒体的估值已经到了谷底了 现在 当然是超低反弹的好事了 婆婆真的是那么乐观的 怎么会有那么多杂志关掉了 其中有一本 一周东方我也认识他们的主编呢 创刊不到两年 他们背后的老板爷爷很有实力 但是说关就关了 盛双毕丁是个老品牌 实力表在哪儿 而且呢 时尚这么大的一个产业 背后的商业的想象空间 还是很大的 你放心吧 总编辑已经被我说动了 他会再找程开义谈一谈 让他往幕后靠一靠 毕竟这个丑闻对他来说是个一样 现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适合在包的露面 也不适合在领导圣众了 你刚才说他现在在公司 是啊 怎么了 是吧 师傅 不要回酒店 直接去公司 这样不太好吧 我非常地看到到现在的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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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